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恰机至第五腰椎下缘的脸线 腹壁两侧以野后线为界 分为肤前外侧壁和腹后壁 腹腔的境界与腹部的体表境界不同 腹腔的上界是向上膨龙的葛穹龙 腹腔的下界是骨盆上口 向下与盆腔相通 由于右侧和左侧的葛穹龙 分别高达第四和第五类间隙水平 脚肠等腹腔脏器也经常进入盆腔 所以腹腔的实际范围要大大超过腹部的体表境界 腹腔内有腹腔脏器 血管 神经 领巴管 领巴结和腹膜等结构 为了便于描述腹腔内脏器的大体位置 叙述和记录发生症状和病变或损伤的大体部位 临床上需要将腹部进行分区 通常有两种常用的分区方法 第一种取分方法是九分法 九分法是用两条水平线和两条垂直线 将腹部分为九个区 上水平线是经过两侧类弓下缘最低点的连线 相当于第十类水平 下水平线是经过两侧卡接结和两侧卡线上击的连线 两条垂直线分别是经过两侧腹膜带中点 或两侧腹直肌的外侧圆的垂直线 九个区的名称分别是 上部的腹上去 左致肋肋链和右致肋链 中部的� 190区左腰区和左外侧区 右腰区和右外侧区 下部的腹下区 左腹股勾区和左侧区 右腹股勾区和右侧区 第二种分区方法是四分法 四分法是通过齐的垂直线和水平线 将腹部分为左上腹部 右上腹部 左下腹部和右下腹部 如果不适用于腹腔脏器的精确定位 在临床日常工作中 一般情况下为了方便 四分法是经常用的 下面介绍一下腹部的体表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齿骨连和上缘 腹前正中线的下端可冒到齿骨连和上缘 齿骨连和上缘是小骨盆上腹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二个标志是齿骨结结 齿骨结结是齿骨肌外侧端的凸体 位于齿骨连和外侧 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 是腹骨连带内侧端的浮着点 齿骨结结外上方1到2厘米处 是腹骨钩管浅环的位置 第三个标志是齿鸡 齿鸡是齿骨翼的上缘 全肠都可以摸到 齿鸡骨质肥厚 是临床上骨髓穿刺的常用部位 两侧齿鸡最高点的连线 凭第四腰椎积脱 是腰椎穿刺的重要标志 第四个标志是齿鸡上鸡 齿鸡上鸡是掐鸡的浅端 是腹骨脸带外侧端的浮着点 第五个标志是齐 齐齿腹部的重要标志 齐平面通过第三次腰椎之间 齐平面上方大约2.5厘米的地方 凭对长细膜下动脉的起始处 第六个标志是白线 白线是腹前正中线的身面 两侧腹壁三层阔肌的腱膜 相互交织与和形成的 浮着与腱骨联合之间 第七个标志是腱化 腹直肌收缩时 及发达的人可以看到三到四条凹陷的横纹 相当于腹直肌的渐化 第八个标志是半月线 半月线是腹直肌的外侧源 又称为腹直肌线 第九个标志是腹骨沟 腹骨沟位于前前上肌与吃骨结结之间 腹骨沟的身面 有腹骨韧带 是腹部与骨部的分界线 下面再来介绍一下 腹部重要脏器的体表投影 右肌类区有右半肝大部分 部分胆囊 肾上腹部 右肾上部 右肾上腺 腹上区有右半肝小部分 左半肝大部分 胆囊 右门部 部分胃体 胆总管 肝动脉 肝门静脉 十二指肠大部分 胰的大部分 两肾的一部分 肾上腺 肤主动脉和下腔静脉 左肌类区有左半肝的小部分 胃背门 胃底 部分胃体 体 移为阶肩肠左区 左肾上部和左肾上腺 右腰区有伸阶肠 部分回肠和右肾下部 齐区有肾上腺 其区有充盈时的胃大弯 横接肠 大网膜 左右输尿管 十二指肠小部分 大部分空肠和回肠 肤主动脉和下腔静脉 左腰区 有降阶肠 部分空肠和左肾下部 右腹骨沟区有莽肠 燃尾和回肠末端 腹下区有部分回肠 充盈的膀胱 任身后期的子宫 乙状接肠小部分 左右输尿管 左腹部沟区有大部分乙状接肠 和部分回肠 腹腔脏器 在腹前臂的体表图影 会由于年龄 体型 体位 器官的充盈状态 和腹臂肌的紧张程度 等因素的差异 而发生一定的变化 矮胖体型的人 隔 肝 蚓肠 和燃尾等的位置 都比较高 胃趋于痕胃 瘦肠型的人 则与此相反 成年人的腹肌 比较发达 内脏的位置 相对比较固定 老年人 在因为肌发力 人带松弛 常有内脏下垂的情况出现 体位改变 对腹腔脏器的位置 也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卧位时 腹腔内器官上移 隔上升 胸腔的龙肌变小 直立时则相反 所以在心肺疾患时 患者 常由于呼吸困难 而不能平握 睡觉时 不得不采取半握围 发育上的异常 也常常引起 腹腔脏器 位置的变化 因此对于腹腔脏器的位置 除了应该掌握其一般规律外 还需要了解个体差异 和各种不同的状态 正确诊断和处理腹腔内器官的急患 这一点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应加以注意 好 关于这一主题的内容 就介绍到这儿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